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务报表分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播出 从本讲次开始 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常债能力的部分 那常债能力的话 我们在本讲次要先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短期的常债能力 那我们知道说短期常债能力的话 它是在研究企业因应短期负债的能力 也是在探讨一个企业的流动性 它的重要性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短期常债能力 它的重要性有哪些重要呢 我们可以分从这几个观点来看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因为缺少这个短期流动性 可能会使企业自由使用资产的空间受限 也可能使企业无法偿还负债 而变卖资产最后也有可能导致倒闭 这是就企业而言 那就股东而言 因为缺乏短期流动性可能会使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影 会使企业的投资报酬率降低 甚至也会可能使股东的投资会血本无归 那第三个的话是对债权人而言 企业的短期的流动性下降的话 意味着企业可能会还不出钱来 那债权人的风险也将会提高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短期常债能力来讲 不论是对企业或对股东 或者是对债权人来讲 都有它的重要性 而且因为它既然是短期的话 所以说它这个风险都是在短期内都必须要面临的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短期常债能力的 这个重要性了以后 那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那流动账向的分析 那流动账向的分析最基本的就是 我们的营运资金的这一部分的介绍 那什么是营运资金呢 营运资金是指的是我们的流动资产 超过我们流动负债的部分 我想我们同学在上会计写的时候 都有上过我们的流动性资产跟流动性负债 都是指在一年或一个营运资金里面 必须要可以变为现金 或者需要动用到流动资金去偿还的负债 那当这个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称为营运资金 那我们在一般分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说 那什么是流动资产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的话 它通常指的是说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循环里面 可以转换为现金的资产 我们常见的流动资产的会计科目有现金 有应收账款 有存货 有预付费用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我们常见的 这些流动资产 那这些流动资产 我想在会计协商同学一定都已经十分的清楚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在进行财报分析的时候 有几个重点 我们还是要提醒同学再注意一下 第一个 它的流动资产的应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有关 这一个已有特定用途的现金的话 通常我们不得视为流动资产 我们虽然知道说现金的话 它本身是具有流动性 但是有些现金已经有特定的用途 已经是专款专用的现金的话 虽然是它现金但是一般不能用来偿还我们的负债 所以在分析的时候 这些已有特定用途的现金 我们不能把它视为流动资产 要从流动资产里面把它排除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应收账款的话 我们要注意应收账款的有效性跟它的评价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应收账款的话 并不是所有的应收账款都能够收限 它的有些应收账款如果说是已经是过期 或者是收不到的或者是评价的话 我们就是要注意到说 这应收账款它的有效跟评价的问题 那第三个的话是说存货的部分 存货的评价方法跟认定都很重要 尤其我们知道说 这一般的企业存货往往是占着一个最大的比例的流动资产 那我们知道说存货的话受了很多的评价的方法 不同而有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常见的平均法 先进先出后进先出 虽然同样都是属于我们一般公认会计原则里面所采用的 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造成存货的价值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有几个它的影响 如果说存货它的这些错误的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期末存货少计的话 它对于本期的资产负债表存货也会跟着少计 但是我们的业主钱也会跟着少计 但是对损益表的话 我们的销货成本确实会多计 我们的毛利确实会少计 然后我们本期净利也少计 但是对于下一期的净利就是会多计 那如果本期的期末存货多计的话 它的结果是刚好相反 是在资产负债表 本期的期末资产负债存货会多计 业主钱也会更多计 但是在损益表的话 我们的销货成本就会少计 我们的毛利也会多计 我们的净利也会多计 但是对下一期就是会减 会的净利就会少计 那如果说是期出存货呢 期出存货它的影响刚好就是相反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 期出存货对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存货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资产负债表 所显现出来的是只有期末存货 没有期出存货这一项 那对我们的业主潜移呢 如果期出存货早计 业主潜移也会多计 那我们的销货成本会少计 然后我们的销货毛利也会多计 我们的本期净利也会多计 但是对下一期的话 它通常存货影响是只有上期跟本期 对下一期就没有影响 那期出存货如果多计的话 它对资产负债表的存货没有影响 但是对业主潜移会少计 对销货成本来讲会多计 销货毛利会少计 本期净利也会少计 对下期的净利也会没有影响 这些的话 同学可能是需要花点时间 把他们的变化影响关系 其实并不难 但是你只要花时间去把它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 存货对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都会有不一样的影响 那我们了解了存货了以后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说 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有关我们在购买 如果说有些固定资产 如果说已经有下一起 已经有特定的购买的价格 或买者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列为流动资产 为什么 因为虽然它是固定资产 但是已经有特定 下一起已经可以变为现金了 所以说我们这种的固定资产 也可以把它视为流动资产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同学可以发现说 我们的对于这些流动资产 跟固定资产的话 并不再是说只有会计上那样子的定义 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而改变 而做不一样的这些影响而分类 那我们介绍完了流动资产以后 那接着的话就是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指的是说 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循环里面 要动用流动资产来偿还的 就叫做流动负债 通常流动负债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确定的负债 还有一个是估计的负债 还有一个是货有负债 这三类 那确定负债的话指的是说 它已经发生 而且金额可以确定的 我们常见的科目 会计科目上来讲 有应付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计 应付鼓励 银行透支的 这些因为金额都已经是固定 都已经确定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确定负债 那第二类的话就是估计负债 估计负债是已经发生 但金额不确定 必须用估计者 常见的科目有应付 应付的所得税 或者是应付应付宏利 这些的话所得税 这个已经发生 只是说金额的话 可能还要在家里估计 那第三类的话就是 货有负债 是负有负债是说 它的发生以后还要等到未来的这些事情来加以确认着 我们常见的是我们产品的保证负债或者是应收票据的贴线 我们知道说这个保证负债的话 这些都是说我们可能以后来讲会有需要有来加以 加以藏户 但只是说到底有多少会发生 我们要付出多少的话 这个都还不确定 那这种的话就是属于负有负债的性质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些负有负债的以后 那我们接着再等一下再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这个短期常在能力的分析方法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接着又跟同学介绍有关是短期常在能力分析所常用的方法 一般常用的方法有两大类 一个是比较分析 第二个是比例分析 那比较分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就比较前后两期它的这些变化 我们透过这种比较来知道说 它短期常在能力的变化状况 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 比如说这一个一家甲公司 它在第一年到第四年 它的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 它的变化情形 我们从这个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流动资产A 可以减掉流动负债V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影印资金 那我们可以从它第一年到第二年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这一个用透过这样两个相比较的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家公司在第三年的话 它整个的影印资金就有变化的一个 变坏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说它的这些增减的百分比 在第三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负的百分之三十 然后它的影印资金 如果说用结类值来看也是最低的时候 那还好就是说这家公司到第四年 它的短期的长占能力又好转了 我们用这种透过这种不同年度之间的这些加减的比较 这种的话也是一个最简单 而且是最满常用的一个短期长占能力的一个分析方法 那我们知道说比较分析方法虽然是很简单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这个比较之间来讲 年度跟年度之间的可能会受到激期的不影响 而且本身会比较没有办法能那么精确 所以我们在一般实务上我们会比较常用的是各种的比例分析 那比例分析的话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会计上每一个科目跟每一个科目之间 应该也维持一定的比例的这些关系存在 那我们透过这个科目跟科目之间的比例的关系 我们来判定是说它的常债能力的状况是如何 那我们举例来跟同学说明 比如说这个A公司 它的流动资产是60万 流动负债是45万 它的影印资金是15万 B公司的话 它的流动资产是115万 它的流动负债是100万 它的影印资金也是15万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绝对值上来看 这两家公司的流动影印资金都是15万 但是我们如果给它比较的话 这两家公司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A公司的话 它的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的比例是1.33 而B公司的话 比较起来是1.15 那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 虽然两个的影印资金都是15万 但是这个15万来讲 这两家公司的话 A公司的短期常债能力 显然是比B公司好很多 因为它是15万 但是它最多的负债是只有45万 但是B公司的话是45万 它的负债可能确实有一百万 我们透过这种比较的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比例分析 那比例分析我们常见的这些比例 在进行短期常债能力 我们常用的这种比例的分析工具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流动比例 第二个的话就是速动比例 第三个是应收账款周转利 第四个是存货周转利 第五个是现金比例 那这些的话很多都是我们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常看到的这些流动性的会计科目或者是内容 那接着的话我想我们逐项的跟大家介绍 首先介绍的是有关流动比例 那流动比例的话 它的又称为营运资金比例 它的计算公司是流动资产是除以流动负债 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一个公司每一元的负债 有多少的流动资产可以来加以支援 那通常这种比例如果越大的话 是代表说它的短期常债能力越好 那如果说越低的话 是代表它短期的常债能力就越差 那但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有些公司可能会进行各种的流动比例的操弄 那我们一般在会计上把它称为 做做创失的作用 创失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说透过等额的资产跟负债的增减变化 而达到操纵这个流动比例的大小的作用 就叫做创失作用 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 比如说流动资产是5万 流动负债是4万 它的流动比例是1.25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把流动资产 或流动负债做等额的减少 各减少2万的话 它的结果会变成是 流动比例会变成是3万去除以2万 它的比例就变成1.5 所以我们知道可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说 这个等额的减少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的话 会让我们的流动比例从1.25上升到1.5 这个例子我们是一个创失的一个作用 那反过来讲如果说当原来的流动比例是小于1的时候 我们等额的减少的话 它的作用可能会刚好相反 举个例子来讲流动资产是4万 流动负债是5万的时候 它的流动比例是0.8 这时候如果说是等额的各减少2万块的话 它的流动比例会变成是2万去除以3万 所以它的流动比例就变成0.6 那这时候的流动比例会从0.8降为0.6 所以我们从这项的例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流动比例会随着你等额的增加或减少资产或负债 和造成你的流动比例而跟着做这种变化 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的创失作用 那我们跟同学整理一下说 我们这些创失作用的话 它的变动方向 我们当流动比例是大于1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表上可以看到说 流动比例大于1的时候 你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同额的减少的话 会让流动比例变大 如果说是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同额增加的时候 会让流动比例变小 那再来的话是当流动比例小于1的时候 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等额的减少 会让流动比例变小 如果说是让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等额的增加的时候 当流动比例小于1的时候 它会让流动比例变大 如果说流动比例等于1的时候 这时候不论你是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是等额的减少或增加 它都是会让我们的流动比例没有变化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说 流动比例它会随着你的这一个等额的增加或减少 是受你原来的流动比例是大1等1或小1的不同而有所不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时常常见到的这一种的创世作用它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说流动比例越大的话是代表企业的短期藏占能力越好 如果流动比例越小的话是代表它的长期 它的短期藏占能力是越不好 那当然我们在一般在要注意的时候 我们说在计算流动比例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有 第一个我们要先要剔除一些不适当的流动资产不予列入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要注意企业的营业周期 一般来讲是说一期不同时段的流动比例延长是不适合一起来做比较的 那以上是有关流动比例的这些说明 那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第二种的常见的流动的流动 这个长短期的藏占能力的分析方法 我们就是叫做速动比例 又称为酸性测验比例 为什么要称为速动比例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们说用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之间的关系来比较 固然是有它的流动性的这些考量 但是我们知道说流动资产里面有些资产 有些流动资产它本身虽然是流动资产 但是变现能力相对的并不是那么高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变现能力再不高的再排除以外 我们就另外把它称为说不再叫做流动资产 而叫做速动资产 那拿速动资产来跟流动负债比较 就叫做速动比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速动比例 它的计算公式就是流动资产 减掉存货减掉义户费用这两类 去处理流动负债 为什么要减掉存货跟义户费用 因为存货并不能直接马上变为现金 你要透过销售销货了以后才能够转换为现金 那义户费用通常义户固然是流动资产 但是通常我们义户费用很少把它拿来变换为现金来偿还负债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两个把它排除 那当然这个公式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 就是现金加上应收账款加政府债件加短期投资去处理流动负债 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他所反映的都是一些企业比较速动比较容易变为现金的这些资产 那速动比例的话 我们通常因为他已经是把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快的这些流动资产已经排除了 所以一般我们在判断的时候速动资产最好是要大于一才符合我们的标准 那我们介绍完了速动资产以后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就是应收账款的周转利 应收账款的周转利的话 它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企业的应收账款的变现程度 那它的计算公式通常就是奢销进额或者是销货进额去处理我们的平均应收账款 那这个奢销为什么要讲 那代表是说我们奢销跟我们应收账款之间 因为我们知道说应收账款是由奢销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的应收账款的话跟我们的奢销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这个可以反映出来是说你这个应收账款跟奢销的关系是如何的 那我们知道说奢销也可以使用销货进额来代替 那平均应收账款的话 我们通常是用期初跟期末的这些应收账款去除以二 就是才平均值 那这个是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那我们如果说想要说了解是说这个应收账款的变现天数 我们只要把这个应收账款这个365天去除以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就会得到我们应收账款的变现天数 因为我们365天是我们一年有365天 那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代表说你一年内你应收账款跟销货周转了几次 你把365天去除以它的周转次 那代表平均每周转一次的需要的天数 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探讨这几个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一个企业的收账能力是不是有欠缺 第二个就是说客户的付款习惯是否难以改变 第三个就是说财务有没有客户有没有发生财务困难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说我们的促销方案有没有影响 这个是我们的应收账款的这一个周转率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接着再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的话通常来讲就是它的计算公司 就是我们的销货成本去除以平均存货 在这里特别提醒同学一下 我们这里因为存货是跟销货成本有关 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销货成本而不是用销货 很多同学会在这里的话 会跟刚才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一样 用销货金额来除 那不是因为我们存货是跟销货成本 那销货成本的话我们知道说存货 因为存货是一个企业的重要的流动资产 而且也是一般公司它里面占它的一个存货成本 可能占上整个流动比例的金额很大 所以我们有效的这个控制存货的话 也是一个管理很有效的这一个方法 那我们存货周转率的话 如果说这个叶高的话是代表说 我们的存货的管理效能叶好 叶低的话就代表我们存货的周转的速度不够快 就是管理的效能不好 那我们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 就是存货的周转的天数也是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公司 就是用365天去出于我们的存货周转率 那这个365天的话 去出于存货周转率所得到的 就是代表说我们平均每存货周转一次 所需要的天数是多少 那存货周转的次数越多 代表企业控制存货的效能越高 那存货周转率的话 跟营业的性质 跟我们自销的成人所需的时间都有关 那接着的话 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现金比例 那现金的话是我们最保守的一个 短期存账能力的一个分析方法 因为只有现金是直接可以用来 偿还我们负债的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现金比例的话 是通常是可以用现金加可利级变现的资产 去出于流动负债或者是流动资产 这个在公司上来讲 我们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说用这个现金跟负债来看 就是说你现金是指的是用你来偿还负债的话 另外一个是说来跟流动资产 那代表说你流动资产里面有多少是现金 那我们知道说现金的话是我们在一般衡量这个藏债能力的时候是最直接的 而且我们知道说现金本身来讲是作为我们偿还负债或者是购买力的实验的时候是最高的效果的 那以上的话我们是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几种常见的这种比例分析的这些工具 那这些工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个企业 他的这些短期常在能力的这些变化状况 那接着的话我们会跟同学在介绍的是举例来说是 有关这一个一个实例一个例子来跟大家介绍说说明说一个短期常在能力的一个分析方法 我们在介绍了各种的短期常在能力分析的工具以后 我们举个实例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说这所虚拟的这家中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是我们一般所常见的有关资产 他有他的流动资产有他的各相关科目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还有负债有流动负债长期负债还有股东潜益 那这里面来讲我们除了说一般我们在财报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拿到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以外 我们也可能会去要到一些补充的资料 比如说他期出期末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存货的遗额 那他的应收账款的周转率或者同行的平均天数是多少 还有同行的存货周转率是多少 同行的周转天数是多少 这个是这些其他的同行的资料可以等一下来提供 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这一个标准 那我们如果说以这样的例子来看 我们来看的话第一个是说他的营运资金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流动资产 一百一十万八千五百减掉 我们的这一个流动负债有九十万 所以我们的营运资金就是有二十万八千五百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流动比例是这一个一百一十万零八千五百 去除以他的流动负债九十万的话 他的这一个流动比例是等于一点二三 然后他的速冻比例的话就是我们的流动资产里面 不包含这一个存货的部分 所以说他的这一个速冻资产去除以他的流动负债算出来的话 他的这一个速冻比例是一点一二 那我们再来看的话他的现金比例 现金比例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来讲 他有六万五的现金再加上约当现金有三万八千五 去除以他的流动负债的话 是等于是这一个这个九十除以九十万的话 是等于零点一一五 那第二种的计算方法是我们的现金跟约当现金 去除以我们的流动资产去除以一百一十万零八千五百的话 算出来是零点零九三 所以说我们的现金比例有两种的计算方法 那我们应收账款的周转利 我们去刚才这个补充的资料 告诉我们的奢销金额是三百零七万千 去除以我们的平均应收账款是九零五零零零 我们的应收账款的比例周转利是三点四 那他的平均应收账款的天数是三百六十五天 去除以三点四是一百零七天 所以说他的应收账款回收天数 那存货的周转利的话是 我们这里面的存货销货成本是一二九三三零零 去除以我们的平均存货十万块 所以我们的存货的周转利是十二点九三 那我们的存货周转天数的话 就三百六十五天去除以这个十二点九三的话 我们的平均存货天数是二十八天 那我们从这以上的说明的话 我想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相关的比例的公式所计算出来的这些分析资料 也显现出来了以后 我们接着可以进行的判读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看的话 他的这一个流动比例的话是一点二三 这个也符合我们一般来讲说一到二之间 那至于速冻比例是一点一二 那也是跟我们一般所讲的一也是相当 那现金比例 因为现金占我们整个的比例金额并不大 所以说他的现金的藏在能力可能会比较弱一点 那至于应收账款的周转利跟天数的话 是三点四跟一百零七天 这个跟同业比起来的话是比较差一点 因为一般同业的话 他们的是五然后他的天数的话 也没有到一百零七天这么多 所以这家公司的话 在应收账款的藏在能力是比较弱一点 至于存货的话 他的周转利十二点九三 跟同业的十三比起来是相当 然后我们存货的周转天数是二十八天 跟同业二十五天 虽然是有长一点 但是也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从以上的说明 我们可以让同学了解是说 这个各种的短期藏在能力 可以透过各种比例的关系 来加以判读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